大江奔腾市纵横 位于我市北部的大江镇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水路交通便利 基础设施完善 近年来大江镇为镇政府 大力发展工商业和民营经济 努力改善镇需环境 切实落实名声福祉 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安全感 获得感 取得显著成效 我台从今天起 推出系列报道 今日大江 全景展现大江近年来 在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 朱宗报道 大江镇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小城镇建设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亮点 在4月30号召开的台山市 2019年度小城镇建设 时效考评大会上 大江镇在全市17个镇街 小城镇建设PK中 勇夺2019年度小城镇建设 时效考评 一类镇第一名 随着小城镇建设的不断推进 大江的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镇域功能持续完善 城镇管理日益优化 整体面貌日新月异 走在修缮一新的 工艺商铺内街区 修旧如旧的建筑外立面 整洁的路面 别致的景观绿化 醒目的交通规划 让这座旧城既保留了 巧须风貌 又增添了新鲜的气息 据了解 工艺商铺二期历史街区 活化提制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 让这个颇具民国商铺风情的小镇 重新焕发新活力 以得到当地群众的 一致肯定 现在改变很多了 尤其是外甥方面 环境方面都优美很多的 绿化都改变很大 特别是外甥 搞得很干净 现在很多旅游 过来这里玩一下 看一下 特别晚黑 很多人过来这里吃饭 五一节期间 就很多外类的游客 这里影响 参观 游乐 基本上这些小商家 好像家 茶餐厅 奶茶店 都已经开始 入住我们 这个工艺股房 这里 相信往后一段时间 就 这个商业风味 比较浪厚 袁秋宇是一家 刚开业的奶茶店老板 由于感受到 街区变化 带来的商机 他将自己的住宅 进行改造 一楼用来对外经营 五一假期 他们迎来了 第一批客人 环境周围都很好 很漂亮 然后游客的 比较多一点 生意就好一点 我现在是想在 那个上海街 然后那边开一家 茶餐厅 因为那边人流量 比较大一点 很多人从别的地方 都是开着 都去那里吃饭的 然后就想着 在那里开一家 近年来 大江镇委 镇政府将 小城镇建设 作为一项 中心工作来抓 深化两园一部 一张圈建设思路 推动谷布新城 齐头并进 城镇乡村互促共荣 2019年 共投入1.03亿元 用于小城镇建设 建设项目 俊工面积 约18.55万平方米 其中 工艺需 就需提制改造 投入5500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投入3000万元 在小城镇建设进程中 大江镇不断完善 基础建设 建设村道 扩宽道路 新建绿化带 增设路灯等 推动商区项目建设 详信豪庭二期 及星级酒店 桥乡文化城等项目 正在进行 积极打造 连片宜居美丽自然村 并结合红木文化 特色美食 全力打造 精品文旅路线 此外 大江镇还注重品质 小镇打造 建设大江文体中心 和文化广场 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体系建设 并通过 以商活须模式 在做好工艺部 后期工程 完善维护的同时 努力引进新业态 丰富片区 商旅内涵 在沿江一带 通过三旧改造 建设星级酒店 和餐饮购物街 完善商业 旅游 休闲娱乐配套 激发城镇活力 打造华侨历史 与现代文明 相辉映的 狐力小镇 第一个是对前镇的三条浪道 全面进行提升 对三条浪道的人行道 外面的广告宣传 对一个统一规范 2020年的小型建设 就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对大江旧区行为三市 这两个旧街区的活化体质 预计在六月下前就虚公 本台记者黄继英 陈树文报